季大人哟 你可想救救我哟 起来吧 坐下说话 你给我捡要紧的说 季大人 我清点时您是在场的 凡清点货物一笔一笔 我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呢 后来 后来陈辉祖曾取走一些 说是备用物品 我当时就觉着有点不对劲 季大人 您可跟我说过 那出了岔子 可要掉脑袋的 亏了我当时多了个心眼 把他取走的那份啊 我又多留了一份笔稿 笔稿现在何处 陈辉祖必欲出我有后快 待在身上如同玩火 这是藏笔稿地址 请这两个过目 谁都不许进 官兵也不许 奉命收藏要犯 谁敢阻拦 你先藏笔 我出去对付 我会设法接你出去 那也好 快去看看 这小子好厉害 叫挺多去 看他有尊硬的靠盛 谁这么大的胆子 官总督今天亲自搜场 别敢抗拒 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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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这儿怎么回这儿 怎么了 吹下吹下 总督陈大人哪 您也到这儿来啊 您来就来了吧 您还带这么多兵马啊 哦 莫不是打算把这儿都包下来 犒劳三军哪 季总堂这儿逛来了 我是带兵搜捕药犯的 您呢 还非得让人说出来 按我大清律法 朝廷命官 莲花素柳 可是犯条款的 我既然瞧见了 可不能不上报皇上 我季晓岚身上哪条毛病 皇上不知道啊 哦 您没听说过呀 那年我在书馆教队四股全书 回不了家 皇上 还派俩宫女陪我呢 再说了 陈大人 这地方您不也常来吗 哎呀 集中堂取笑了取笑了 我我陈某 哎呀 无知冒犯了大人 您可千万别生气 那 您请 您请回吧 那我就回了 啊 哈哈 哎 陈大人 嗯 一块去乐呵乐呵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下官还有事 那我就告辞了 那就不送了啊 你们两个 照着个地址 把东西立刻给我取回来 马上送到行载越快越好 嗯 好 那去吧 小二啊 给我背个教 我要把小翠儿姑娘接走 你不坐下了 你不坐下了 我走着 是啊 哈哈哈 我 老脑 老脑 所以 来 来 来 把他们抓起来 上 你到底什么人 我 我是总督府的 二位姑娘受惊了 和某来得不算晚吧 你来做什么 抓人 救人 取东西 这些人让去的 凭什么给你 贼是我抓的 人是我救的 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应该给我呀 什么理应不理应的 就不给你 不给 季小兰 季小兰 这个时候 你怎么不出现呢 何大人 我早就到这儿来了 一直看着你呢 季先生 季先生 季先生来得好快呀 你快我可不能慢哪 人可是我抓的 东西是我要的呀 那咱就一家一半 何大人没打算独吞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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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